各位好,又到圣贤灵思的时间,今天继续讲回我雅国书第一章 这段经文和上一段一样出名,上一段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脑 这次就是讲到行道就召境,可能一讲到这个题目,大家都会很熟悉的,尤其是你不是第一次读圣经,你一定会听过这个经文的比喻,跟大家去看看 那就很熟悉了,就是第一章第22节那里,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碰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策看那存备,使人自由,知律法的,并且事尚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那为什么要讲到行道呢?因为前面讲到对于道的反应 另外就立即跟着,就是说,你们要除去那些里面的污蔑和邪恶,以致可以装在全一个温柔心,装在领受的道 这个道就能够救你的灵魂,所以呢,你装在了道,但你不要只是装在,你就要行道 这个也是亚国书的一个主题,讲到一个人的信仰,信心要有行为 这个是第二章我们会讲的,就是说,你不只是停在你的信心,你的认知,你吸收了很多道 而是你要走出来的嘛,所以这个呢,亦都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个比喻呢,很容易明白的,就是看一个镜,你看了之后,你走开了,你就忘记了 那就好像呢,亚国其实是用一个很生道的比喻 你看了,接着就不去听了道,不去做,不去走,你就忘记了 其实,大家可能会听过一个背景,就是那时候的镜是铜镜 最清是看着那些水,当然那些水一动,你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铜镜是稳定的,但是呢,你会看到铜镜,就自己有点蒙蒙的 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就是因为那些镜是蒙蒙的 但是都是一个镜去帮助你去看清自己的样子 以至呢,去修理自己啦,就是看到有黑头的摺 看到呢,看到呢,早上那里有眼屎,有摺,洗面 那以前的镜子没那么好呢,但是都有帮助的嘛,是不是呢 那他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所以是不是很容易明白呢 这些经文就入于我们说,他本身你好好读,读好的经文出来 他已经在解释那件事的了 当然啦,我们点出几个重点 一个呢,就是他很夸张 就是,他说呢,你看见走后,随即就望见他相貌如何 那当然是那些镜的质素的问题啦 但是也都特别夸张的 就是说呢,他要用这个夸张的手法来说呢 我们这些,如果你真的听了道不行道呢 就是好像这些人这样的,随即望记 那我们呢,都会读过一些说法啦 就是我们如果去,就是听道呢 那我们有抄了鱼士,那我们也都很留心去听 那这样呢,你抄完鱼士留心去听呢 如果你没有抄,那其实九十几个巴仙是忘记了的 就会保留在这里 好了,你抄了,然后呢,如果你有抄 那其实已经会保留多些的记忆在这里 如果你还可以去和别人分享 那其实你的记忆就会更加实了 就是这样嘛 那所以呢,其实去看这个圣经 或者你听了道 这个听道不单止是听人说道 其实就是说,你去接收了神的道 那你一定要去行道的 其实就会使你呢,不会忘记嘛 你不行道,其实就大部分都忘记了 就是刚才那个很科学化的说法 我们不抄又不成,靠个记忆呢 其实下一个礼拜,你真的 上个礼拜九十几个巴仙的道都忘记了 这个也都很牵线到你 那尤其是现在呢,再补充 就是有些人做研究嘛 就是用电话,手机,去scropling scropling呢,就是不断浏览,不断掃 其实呢,能够记在脑道的东西很少 就是有些人研究,就用一些实体的书 看同一段东西,和你scropling 这样看呢,其实呢,就是人老 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对于白纸黑字 一个printed matters 的文字呢 是容易吸收一点的 那对于这样的浏览呢 不知道是不是太光了,各样东西 或者那种快速,那些字不能够停留 那就会是难吸收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顺便说 其实就不是太建议我们时时去看圣经 用这些电话那些,是很方便 但是呢,有个不好处就是 一来有这个,就是看不得很清楚 然后就记不得到脑子的问题 第二呢,就是手机经常会影响你 又有其他弹子出来 所以你最好就飞行模式去看 对不对 第三呢,就是当你看这个电话呢 有时候,你看不到前文后理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你的电脑这样一大片 都容易看到前文后理一些 但是呢 电话呢,那个screen太小了 对不对 那么第四呢,就是 就是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我发觉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发觉到 就是我们当年这些 很传统的,拿本圣经去看的 还有呢,我们会背圣经目录 还有,经常去看 哇,知道大概是哪个位置呢 其实我们对于圣经那个 前文后理啊 查圣经找到章节啊 快很多 还有,对于这个理解都会 就是有个整体的概念会强很多 所以呢,其实 就是现代有现代的方便 也都有现代的一个问题 在读圣经用这些方式 那么,这里呢 就特别去讲了 第25节 其实呢 是他说唯有怎样呢 你要去行道 但是其实 行道去配合那样东西 就是不是说 圣经的教导 这些真理 我就那样样 我照着去做 只是这样东西 因为有些不只是照着去做的 你是要理解的 你要明白那个 圣经的真理的概念 所以呢 就是第25节 唯有详细 刷看那原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尚如此 这些就不是听了就忘了 那是实行出来 你看那个实行是什么呢 那个实行不是只是说 圣经教我们爱人我爱人 圣经教我们祈祷我祈祷 教我经拜经拜 不是 那个行道特别是指呢 你详细擦看那个神的律法 就是这个是基本功 是吧 什么叫做不是听了就忘 你听了那些道 不忘记就是我要整实在那里 那怎么整实呢 我就要详细去察看 那这个当然有个形容 就是这些的律法呢 其实能够使人自由 都是全秘的 你看到前面说到神的道 是灾众的道 神灾众的 和救灵魂的道 就是整天 雅各都会用这些概念 去说神的说话 那个特质是什么 是一直在子女行间会表达 那总之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既然这个神的道 是这么好的 我们就要来详细察看 这种就是实行出来 那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了 当你乃是实行出来 包起前面的详细察看 也都包起后面 就是说 这个不是否定 圣经教我爱人 我不爱人 是包起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所以圣经教你爱人 我们去爱人的时候 你这样行的时候 就必然有好的结果 就是得到一个福气 神的祝福在你身上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提醒呢 就是很实际 那 去到这个位置 邓英姊妹 去到阿国书那里 其实就是挑战我们 是不是认真去读圣经 是不是呢 对神的道是很认真 还有呢 神的道的提醒 上次说 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愿不愿意去实践 这些都是力久上身 我们时时都需要被提醒的 神经的真理 我们今天讲到这么多了 星期四呢 就会继续讲阿国书的 那我们都鼓励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Tube是有帮助的 那就comment share and like subscribe 还有点agar 有人提我,各位观众按钟仔,因为你按个钟仔那个bell, 我有新片的时候就会提醒大家了。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再见。